收猫还得是爱宝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以前的福宝也是一样的 经常不想回家 爱宝二话不说 叼起头皮就往家里拖 拖到屁股冒烟 头皮松些也要往家里拖 再来看看两位爷爷的收猫之路 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之前轻轻松松抱起两只就往家里走 现在双胞胎长大了 一只重达三十八斤 已经不可能 同时抱着两只同时下班了 将爷爷收猫的时候 一阵的手忙脚乱 连笑容都不自觉地消失了 只能求助宋爷爷一起帮忙 宋爷爷独自收猫时就轻松一些 既然不能同时抱回去 就一直一直骗回去 平常双胞胎不是喜欢抱宋爷爷的脚吗 宋爷爷就一点一点地往家里拖 给双胞胎一种错觉 以为宋爷爷在和他们一起 不知不觉就乖乖回家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以有多久 毕竟现在双胞胎敬业服已经上线 以前江爷爷也是打着和福宝玩的谎子 骗福宝回家的 智商在线的福宝知道是回家的路 立马刹车 扭头就跑